杭州亞運中華陳胖隊總教練吳思賢 從最初列大名單就最在意投手站立 本屆確定參與的四位旅外投手當中 吳總特別和球迷分享 對於旅美費成人EA的火球少年潘文輝 以及香尾蛇高階EA左投林育民的近況了解 對他來講是比較大的優勢 而且他的判證能力又相當的強 那現在最主要就是怕他們的投球限制太多 現在最主要是這一點 因為他們每一個人的設定局數不一樣 一年當中他們設定的局數 像叛國會的話他應該是設定在80局 那現在他投了幾局也還不知道 要等到接近的時候快要接近八九月的時候 他們才會去確定說 他們投球局數應該怎麼設定 中華隊教練團一邊觀察 國內參與培訓選手進度 同時掌握旅外豪手近況 對於吳總來說 階段性的計畫 執行的同時 整合監舉任務 有個重要的幫手 就是前中信兄弟的總教練 同時也是他的好朋友 吳富蓮教練 兩位選手口中的吳總是一九八八年 汉塵奧運中華隊的隊友 熟識多年 交情很好 吳四川教練有信心 周越中華隊能夠對抗日韓勁敵 會出好成績 YT一台梁運黃華軍採訪報導